天王周杰倫于17日在新加坡举行了演唱会 由于这是疫情三年后的首场演出 因此备受众人关注 当天他带来了多首经典歌曲 他演唱了很多 他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 瞬间让观众们陷入回忆沙 不过演唱会结束后 很多观众都在社群平台上 吐槽这场演唱会办得不够用心 甚至有些敷衍 首先是荧光棒不亮表面还掉色 虽然官方提前宣布是因为彩排的时候耗电过度 但网友们都认为 荧光棒应该是三年前的旧货 其次是演唱会上穿插了魔术表演和小丑表演 很多歌曲也都是嘉宾在唱 让人一时之间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买票来看谁的 再加上周杰倫望词以及高音唱不上等表现 让人觉得他根本没诚意 因此纷纷批评他的演唱会跟以前的演出比起来 已经不值得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